我们在开着09年的二手国产车结束西藏和塔县执行后 准备在喀什停留几天做一些补给 也给汽车做一些必要的维护 过了这个检查站就进入喀什市区 我们现在在喀什附近的农村 找一个可以停车睡觉的地方 这是一个村子里面的路 旁边是有这种停车带一样的土地 我们把车停在这里 这旁边也没有什么人家 旁边好像就是这种耕地 旁边就在这了 今天住这应该没问题吧 我们要准备开始收拾了 飞车上 我们的床已经冲好期了 这个旁边都是这种白杨树 我们现在已经收拾完了 之后就可以睡觉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最主要这里不冷 终于离开了高原 而且也不会缺氧 现在温度是9度 所以说明天最冷也就 它就到6度 很舒服 我们刚撞了半天 这边的所有的村子村道 两边都是这种树 我发现新疆好多农村地区 就是这种树 它这边的村子还是比较密集的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地方 因为毕竟你听到人家门口不太好 喀什为喀什格尔的简称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 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 喀什因独特的地理位置 是东西方经济文化和文明的重要交汇点 这是一座多文化繁荣共存的城市 是来新疆旅游 了解新疆风土人情 不可不到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们准备在当地买点水果 在新疆就得每天都在擦一遍车 因为灰还是比较大的 主要是我们的以瓜气坏了 不是以瓜气 这个叫啥东西 不是以瓜气 喷水都坏了 坐 收拾完东西 我们来到了当地的水果批发市场 4块1公斤是吧 一箱卖的 一箱卖的 不灵卖 谢谢 本来想卖桃子 但是这个桃子不灵卖 它要卖就卖一箱了 我们又吃不了一箱 只能再转一转 看其他的加油 橘子是多少钱 8块 8块1公斤 买完水果后 我们顺便买水 有大的吗 1.5 大的 大瓶子 只要这种 拿拿几箱 两箱 先拿两箱 拿两箱 我们又买了桃子 8块钱1公斤 我们买了5块5的 几个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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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块5 1个就是1块2 对 现在我们要上车走了呀 买完水果 我们来到了之前第一季 在喀什住的宾馆 这也是我们第二次到达喀什 我们又来到了去年住的这家宾馆 这个房间 还行 上次大 上次前是家人间的日 但是空间不大 我们这次空间会大一点 上次我就是 这次还配孔条呢 我天 上次摸孔条 上次没有孔条 上次没有孔条 真热 但我们现在这次好了呀 多达喀什 我们也顺便品尝 早已闻名全国的新疆大盘鸡 我们到了吃大盘鸡的地方了 现在要去品尝新疆特色大盘鸡 首先是我们的小菜凉粉 看着就很好吃 这是我们的中份大盘鸡 可以看有多大 面直接放里边吧 面直接我上了 面是要咋放的 不是拌吗 那现在吃完再拌 吃完再拌 好嘞 那么在这家店呢 它的环境其实挺好的 上面挂了这种彩带 然后后边还有那种拍照的那种熊 晚上是一个网红餐厅 我们马上来到了 我们准备把大盘鸡吃慢一点 因为吃太快的话 你就吃不了这么多了 而且后面还有面 所以我们想等面上了之后呢 再去继续吃 其实我觉得大盘鸡就是拌面最小的 一定要拌面吃 面已经拌上来了 咬着牙齿好看 嗯 咋样 我觉得面比肉还好吃 拌面有什么面 真的一定要拌面 我们又加了面 一定要拌面 面太香了 对 大盘鸡拌面果然名不虚传 而在喀什 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等待我们发现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 快上车